60岁 无三高级慢性疾病 身体一向硬朗的屈女士 突然在半夜发生严重呕吐及胃孩 立即送急准就医 经新链图分析 疑似急性心肌梗塞 会冷这样子 一直冷这样子 然后全身无力 因为由于有这个自协剪的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 这种心肌梗塞并不是很典型的心肌梗塞 而是这种叫做压力性的心肌病变 那这种压力性的心肌病变 大多数都有一些原因所诱发 医师表示 在启动抢救性心导管治疗的同时 同步将常规抽血送致血检 AI平台分析血液血球 系统警示 居女士疑似罹患高风险的骏血症 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 AI推估的这个骏血症的风险 那比起我们传统的这个血液培养 大概需要三天到五天左右的时间 那它其实提前了 大概是至少是15到70个小时 目前的模型 我们已经把它训练到它是 阴性的预测率 可以达到99%的 那我们不断的是 在进行这个模型硫化 原来区女士是因为尿道感染 引起菌血症 若未能及时治疗 引发败血症的几率超过五成 院方表示 医院导入致血检系统 医检人员不用多花任何时间或动作 常规的抽血 就可以及时得到预测的数值 病患也不需负担额外费用 新唐亚太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按采访 hint